我们知道在上一次的这个马英九总统跟蔡英文主席针对这个ECFA在做辩论的时候 其实在那一场的电视辩论当中呢 其实有一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就是原本比较温文尔雅的这个马英九呢 提高了他的这个火力 所以在整个后面的这个大家的评估里面认为马英九是比较占上风的 而蔡英文主席呢 他相对就是比较一个学者的形象 他有一点左之右促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施展开来 那么这次的经验或许会让他在这个电视辩论当中呢 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那我不知道这个黄伟哲委员 你会认为说蔡英文主席在这次的辩论当中 他有没有办法再攻一城 其实我们是有点担心的 担心不是蔡英文的表现 担心是宋先生的表现 担心宋先生表现太好吗 宋先生他一定是站在这个打马英九的立场 对 那如果打马英九的立场 第一个 一定去 就是说我们会觉得从整个宋先生整个过程里面 参选包括辩论 你一直跟着蔡英文一起打 当然这在野党一定会攻击执政党的政策 好了 可是问题是就瓜分了反马的票 如果马英九的 实际上满意度是非常高 过半数 他根本不怕这种瓜分 如果马英九的这个满意度 还是停了在二三十三四十 不是很高的情况 甚至比他比起四年前更低的情况下 那当然马英九的这个反马票分裂 对蔡英文是不利 在正在那个辩论场合也是一样 对 所以这我们担心的 但是不是担心蔡英文说怎么怎么 我觉得蔡英文她会有一些改变 而且坦白讲 大家记不记得EGFA的辩论的时候 马英九已经在做苦工 做那个蔡英文在跑行程 现在我觉得其实蔡英文也学到一只乖 她会好好的准备 对 那话说回来 第二个 客家 客家选票 我觉得其实马总统 其实我们如果要争血统 第二个争融入 争政策 你说真的真客家人 人家说马英九的时候 她是哪里的哪里的什么什么是客家人 我觉得我们我也 可是我也不会去为了去拿选票 可以去学客家人 我愿意去去融入客家社群 然后去跟他们自然互动 一句一句这样慢慢学 比我去专门找老师来 让我可以在演讲台上来讲客家人 然后用这个机会拿选票 我觉得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其实台湾总共有多少客家人口 有四百三四百万 三四百万 你有犯客家学龙更多 我听马英九讲一句话 马英九当市长八年 每一年亲自主持客家移民纪 第二个 马英九努力的学客家话 你现在有很多个理由可以说 我不会讲客家话 可是当有了很有心的去学不是他的母语 而且把他讲了还算流利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很感动 最重要再讲一件事 客家行政院的客家 这个这个行政院有个客家委员会 那个预算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亿 到马英九上来大幅上升下都三十几亿了 这个比陈水扁任内 多是大幅增加很多的 最后一个 客家基本法 对 真正要保护客家人的权利 包括一些的国考 你要不要有些客家 这个行政事务的这些名额 对 这个也是马英九任内 才有客家基本法的通过 OK 好 那么当然了 我们观察这次的选择 就是说除了看到这个双英 在这个作对厮杀之外 当然宋先生到底他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是很令外界来好奇 虽然陈正胜委员一直对于宋先生当选有很高的自信 不过我们如果比较客观的回到民调的数字来看的话 其实那个差距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我不知道陈正胜委员就是说 从亲民党的角度来看的话 未来剩下四十天的时间 怎么样宋先生可以凝聚哪一个议题 可能对他 邋遢他自己的温度是会有帮助的 事实上老百姓的感受就是民生议题 民生议题谁有经验 谁有人力 谁有政绩 很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会说宋先生会赢得最后人民的尊敬跟支持 赢得总统选战的胜利 是绝对有道理的 刚刚光琴的讲法 我必须要补充一下 光琴说宋先生一定要把马拉下马 错了 宋先生除了要把马拉下马之外 还要把小鹰拉下马 才能够当选总统 但是很简单的是 他拉菜野下来的难度会高于他只把马拉下来 对不对大家的这个认知是这样的 很难说很难说 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支持者真的很难说 蓝绿通通有 而且绿不见得比蓝少 目前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马总统是执政者 他是执政党 所以应当接受在野党的监督跟批判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有人说 比如说陈立宏就讲说 那宋先生七分打马三分打菜 也许这样讲是很传神 但是宋先生一定是要把两个人拉下马 他才有可能会当选这是真的 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再归结 马总统不会当选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没有能力 没有破例 没有政绩 人民对马执政是无感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马总统的人格真的有问题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平常根本不关心农民 现在讲一些对农民肉麻兮兮的话 怎么感到鸡皮疙瘩掉满地 第一个 第二个 来最近不是某家媒体吗 说马总统很怕遇到宋楚瑜 因为宋楚瑜每次遇到他 都会跟他瞧人事 有吗 马总统有一位新闻界看不下去了 跟你讲说没有这回事 马总统以总统的高度起来讲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 媒体报道有误 结果马总统选择沉默 你说人格怎么样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格有问题 施政有问题的人 我认为人民一定会看破他 最后会让有能力 有政绩值得信赖的人 来担任未来国家的领导者 给林委员回忆一下 陈振胜 这些亲民党朋友 从头到尾骂马很久无能 你讲他无能 为什么他可以把两岸关系处理到 可以直航 可以让大陆的观光客到台湾来 而且让一个已经死掉的松山机场 可以复活 而且有几个国内的三个机场 今年开始就可以赚钱 而且增加这么多就业机会 你从南头来 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到过南头 我去坐日月潭 这个大概半年多前 到日月潭坐缆车 我前后左右全部是大陆观光客 在没有危及台湾的安全 跟我们的尊严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这么多大陆观光客 到台湾来消费 有什么不好 那我吃喜事 吃个饭 参加个喜事 旁边坐一位女士 他就坐优雅 就卖那个手工艺品 他赚了非常多的钱 他问马总统选金怎么样 我说还蛮危险 要非常努力 他告诉我 他不了解 他如果他们做异品店的人 生意都是前所未有 那样子的好 因为大陆来这么多观光客 那你不能干 你能够做这些事吗 包括ECFA的签订 连最先说要反对的 这个蔡英文 现在他都说他要接受 那这个ECFA当时 是引起很大的问题 国民党内部就有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说你去给他签这个东西 刚好坐实了 人家说 你想向大陆 这个靠拢 所以我们立法院内部 连国民党立委 很多人都出来反对 马鑫就说 我一定要在这个会期 给他通过 因为我认为这次对台湾是好的 你觉得一个无能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大气魄呢 尤其说我在外交上 你像这个 这么多的国家给我免签证 这个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像欧盟 你的外交官要去说服他们 要让他们愿意支持 那欧盟愿意给台湾 27个国家愿意给台湾免签证 尤其是日本 你们不说 马鑫九的外交处理也不好 日本人讨厌他吗 从李登会的时代 我就追随以前立法院长 像刘松凡院长 后来像王金平王院长 这么多年来到日本去 希望日本给我们免签证 而且希望在北海道 冬天的时候台湾人最喜欢去的北海道 这个领事馆 领事馆就是等于我们代表所有分出 李登会说不行 陈水扁不行 马鑫九把它完成了 你怎么能说它无能呢 OK 好 这有一句话可以吗 余房兄 你可不可以举出哪一项 除了中共让利给马鑫九的之外 由哪一项是由马鑫九总统 可以独立做主 而有政绩可嫌 而且是人民有感的 我讲外交上我刚刚就讲过了 这就是他必须要自己要组 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当然了 各个政党的相关的人士 当然是各互其主了 但是到底他们的说明的内容 能不能够取信于民众 就由选民自己来决定了 我最后提出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 国际透明组织公布了 他们的结果 就是说在全球183个国家当中 台湾近年来的青年度的排名 在2011年的时候 这个提升的最高 就是说这个分数 在历年来是最高的 那我不知道 就是说在青年度来讲的话 因为对照在贬值症的时代 这个会不会是马鑫九政府 他觉得是可以为自己大大加分的 最后我给四位来宾一句话就好 针对这个所谓青年度的排名 它会不会影响到选民他的取向 我认为我会 因为台湾对很多人民对官员的贪污 是没有办法忍受 特别是贬政府的时代 OK 好 光晴 我觉得会 因为这是判断一个好人的一个 最起码的感觉 所以你认为这个对马政府是加分 相较之下 OK 好 陈委员 青年度很重要 不过三组总统候选人 只有马鑫九因为贪污案被起诉 他后来也就没有了 靠立法院把他除罪化 之后他没罪 OK 好 黄委员 我非常简单地说 这样的排名上任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个是整体的国会的功能 包括通过联赠署 不是总统一个人 说抓了多少案 那我也只有一句话 如果是民进党执政 要依赖中国大陆的商业 我们也很简单 我们只要自己不要叫总统 我们只要接受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日共识 那也更好 我觉得其实 这问题是在你的立场 跟原则在哪里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 针对这场总统的选战 我想越接近这个选举投票日呢 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 那么有很多的争议 或者很多新的议题 都是我们要为您来锁定跟掌握的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